一个趋势就开放资料 那有大量资料来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因为你即便给你资料 是增加你的 增加你的能量 还是增加你的工作量 如果说你懂得处理的人 马上就可以怎么样 增加你的能量 如果不是 那你变成你的负担 所以关于实价登录 各位可以查一下 Google一下 这个关键字 在那个 或者开放资料也可以 实价登录 第一个应该是内政部的 不动产交易的服务网 这边有个open data open data里面 就可以让你去下载 我们需要的东西 而且甚至它可以让你下载 什么呢 XLS 就是Excel的档案 不过是2003以前的版本 那假如说好了 这边当然资料非常多 全国 也许我不要全国 不然你可以进阶 进阶里面还可以选 我不知道新竹的房价如何 也许我可以下载来看看 新竹市好了 OK 如果说你下载新竹市的资料 把它按下载 这个时候它就帮你压缩 下载下来 这个时候 下载之后 在资料中显示 那我好像登录在下载 按右键 把它解出来好了 这部分把它解出来 可以解出来之后 都可以看到 它里面有什么 有一个Excel档案 这个档案 我把它打开了 基本上它当然 里面其实需要用到的 主要是不动才买卖 这个 因为它里面有揭露 就是说 每一瓶 就是它好像不是一瓶 有看 单价 单价圆 有没有 它是平方 平方公尺 那你做一个转换 好像出多少 所以 好像是处理 处理都要多少 我忘记 好像 三点多还是二点多 Google一下 应该有答案 反正就可以算得出来 或者你将来可以 利用这个资料 假如说不动才买卖 那我今天 可以把建物跟停车场 这个我不要 土地我也不要 我只要留下不动才买卖 然后把这几个工作表 先删除掉 留下不动才买卖 那我们要做什么事 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做一个快速的查询 也就是可以马上知道说 我想要查的地段 大概的金额大概是在哪里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 它的地段 我看一下 控制向下 这个总共有大概多少笔 两百多笔而已 好像是最新更新的 那假如你如果资料越多 这个感觉越明显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请你帮我找一下 也许我今天需要在金国路附近 可以快速让我知道说 金国路这附近 房价大概区间在哪里 这个时候我可能会需要一个什么 查询系统 查询系统 那当然房间有 不过有的时候不一定客制的话 你要的功能不见得有 所以我们假如说 我希望可以快速的做出一个什么 查询系统的话 该怎么做 其实非常简单 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打开之后 一样 不过你要把旧的 旧的Excel先关掉 因为我们开太多个了 我把之前的先关掉 留下我们那个 就是最后那个好了 这个 留下这个 OK 再来的话 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那查询系统 因为我习惯是直接做一个样板 然后怎么样呢 直接贴上就可以了 所以你们可以从我的范例里面 云端上面 各位找一下 应该是范例室 台北市的十架登录 当然我们现在是查的是新竹 那你说查台北有什么差别 其实没什么差别 里面的话 我们把它点开来 弹出 第一个 先教各位建立一个 简易版的查询系统 也就是以后只要是Excel档案 而且质量越大越好 如果你要快速的查询 非常简单 怎么做 第一个 这边有相关 我是利用那个 我们现在这个范例来看 那假设我今天的需求很简单 我希望 可能按下那个按钮 它自动会跳出 请输入查询地址 关键字之类的 查完之后 可能我查完 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快速的帮我新增一个工作表 并且把我查询的关键字 那个地址的 可能那个关键字名称 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并且把我需要的资料 帮我全部call到那一个工作表里面去 大概简单的这样的需求 那要怎么做 基本上我们以不动产的买卖交易的范例来看 基本上就是 第一个你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程式码的下方 里面有一个叫筛选地址的sub sub筛选地址 这一串 请各位把这一串从头到尾复制一下 特别之后不要漏掉 sub开头 and sub结束 ctrl c 贴到哪里呢 贴到那个我们的模组里面贴上 ok 好 完成 那里面你想说这些怎么做的 基本上也是录制聚集 从1到多少 第8其实是先用聚集录制 录好之后 我在上面增加注解 增加上去的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做一些什么 做那个录制聚集 就有这个查询系统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个录制聚集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回去再录录看 大概就是什么 我录制流程大概说一下 就是第一个 游标放在也许B1 二的话利用资料里面 有个筛选 应该是C1 然后我要找什么 找文字筛选 那其实这个在Excel里面 有一个蛮好用的功能 筛选 这个筛选功能 我觉得它功能 大概就跟资料库里面的 那个slate 就是筛选几乎一模一样 那也就是说 以后 假如说 以前的做法 我记得好像 我如果要做资料查询 可能以前的做法是 先汇到database 然后 再跟database沟通的时候 用西口语法 然后再把资料 从那边抓过来 可是我后来发现 好像这样太麻烦了 我干嘛 我明明资料 我有地方放 我干嘛要放那边 然后在那边抓 到时候还要连线 如果用Seql Server的话 如果用SS 那你两个都要带着走 如果没有带着走 那就查不到 所以不如干脆怎么样 我直接在Seql里面 查询就好了 所以以后 假如你只是有 简单的查询需求 而且你不是 跨很多人的这种需求 你干脆就用Seql 来做就好了 所以Seql完全可以满足 资料查询的需求 而且它最大的比数 已经最多到1048576 100多万笔 其实这样的数量 当然不可能满足100% 不过我想100多万笔 对于一般人来说 也已经绰绰有余了 OK 所以这个当然如果假设 以后你如果没有大量资料 大到一个超过100万笔 用这个来做 其实就够了 它的好处就是说 可以暂时把资料库放一边 那这个其实 所以难怪现在SS的 那个使用量越来越差 好像授权我发现很少了 而且很多电脑里面 慢慢找不到SS 以前好像Office一打开 SS都出来 现在好像Office一打开 奇怪 SS不见了 其实那也可以 这个可以预料的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有个SS授权 Office授权费非常贵 差一个SS就差很多了 第二个是说 像我刚刚讲的 好像不见得一定要用SS 所以慢慢大家就意识到 那我不如用 也是有算 这个倒是 而且大部分我发现 台湾中小企业为主 所以你说你叫他 还要这边再放一个 那边放一个 然后叫他在那边拿一拿去 他已经分头了 所以基本上 查询系统用这个就够了 那他能做到什么呢 第一个 如果你底下的资料是文字 他这边就会是文字筛选 如果你底下的资料 是数字 他就会是数字筛选 如果你里面是日期 他就日期筛选 那也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 基本上完全可以符合 我们查询资料库的 基本需求 那我剩下就怎么样 利用这个筛选功能 录制完聚集之后 再来做一些简单的修改 就可以变成一个查询系统 OK 所以刚刚我做的事情就是 先录制聚集 然后再加上注解 再做一些程式修改 就一个查询系统就做出来 只是说那个细部 假如各位有兴趣的话 因为这个实在是没法讲 讲就没时间了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各位打个广告 吴老师 你就是直接打一个吴老师 我最近又发了一个波文 里面的话 就是讲到跟这个题目有关的 你找吴老师 OK 那里面的话第一个 这个不是我 这个OK VBA处理大数据 开放 政府开放资料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所以 Source在这边也有 我有讲 另外呢 除了这一篇文章之外 跟查询有关的 123456 789 9篇文章 你把它全部review过 我相信你对 Eseo里面如何查询资料 这件事情 应该已经足够了 OK 甚至你如果 当然你不是专 工程师的话 暂时可以把资料库 先放一边好了 不然的话 现在很辛苦 学了一堆 可能可是用不到 什么时候用到 不知道 你要用的时候 版本又更新了 天哪 现在这个还好 Eseo的话 改版幅度不大 像那个什么Visual Studio 那个部分就改很大 OK 好 那底下的话 这个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把那个刚刚的 程式贴上去之后 应该没有地方需要修改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再来就是说 我增加一个按钮 不过这个地方 要增加按钮 比较麻烦 因为你会发现 这个资料太多了 所以呢 我干脆把资料 这个按钮放在上面 放在哪里 放在快速 这个 这个有个键头 我放在 快速存取工作 这个工具列好了 这边有个聚集 筛选地址 新增进来 按一下确定 这个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说 你有些聚集会常用的话 我建议你干脆放在这里 快速存取工具列 聚集 筛选地址 加进来 按确定 以后上面 就会有一个 筛选地址的功能 OK 如果你常用的话 这个还蛮好用的 按确定 上面就多一个按钮 按下去 请输入地址 比如说我要找 筋银铐路 找一下 筋铐路 按确定 好了 结束 东京呢 下面 筋铐路 全部都出来 OK 其实好像没做什么 需求就完成了 这个以前要做完这件事 倒是没那么容易 我很多年前还帮人家写查询系统 他园区 随便那个一个案子 都是百万起跳 其实我做什么 其实就做差不多的事情 一个专案 其实现在 这样就搞定了 OK 结果一不一样 我觉得好像是差不多 只是以前 只是把那个资料 放在 Oloco里面 以前我觉得园区 现在还蛮有钱的 很愿意花钱 随便买一个东西 好多钱 然后都愿意花钱 但是现在好像就 光景不同了 OK 这边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那他就自动把那个金国路 带过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金国路最近的成交金额 因为他这个可能 到时候是不是要再 多做一件事 就是把那个 就是总价 总价应该可以 可以稍微看一下 单价可能也许 我们可以再写一个程序 帮他转为我们比较 可以知道的那个 一平多少钱 那我后来发现 这个跟仲介 那个 所贴出来的 价钱差很多 所以有的时候 你如果想要 多了解一下 就是 这个我想应该是一手资料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查询系统 很快就建立起来 当然这个是一个 比较客制化的 坊间也有一些网站 或者APP 也可以达到类似功能 但是你不知道说 它背后的data是最新的 或者是完整 或者是只是你需要的部分 你客制化的过程 客制化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 for你需求的范围 而去定应你的资料 所以这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也可以再查一下 随上面按下去 查一下什么 太原路 太原路 确定 太原路又出来了 瞬间资料查完了 太原路 资料出来了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下载全国的 或者是其他县市 或者是台北市的 不过台北市的价钱 真的是天价 好像到大安森林公园附近 晃一下 我发现贴出来的价钱 不得了 而且大概几十 二三十年的公寓 也是天价 这大概是 是我到错地方 还是我的币值 跟他们的币值不太一样 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所以这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是有关 简易查询的部分 第二个的话 后面其实还有 就是说如果你要批次查询 我后面还有所谓的批次查询 必须建立什么 相证 就是说如果你有几个批次 包含就是说你要查的是 比较不一样的 包含什么哪一区 他已经有帮你分类了 哪一些标的 包含就是 是房子还是土地等等的 还有每一瓶多少 不过我看一下这里面 因为他好像开放这里面 所以我需要建一个清单 这个地方我看一下 我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 假设说我要做一个批次查询 所以批次查询就是说 按按钮 我不要下条件 自动帮我把我需要的那些清单 一次全部做完的话 也许就是把台北市的试驾登录 这个范例打开来 那里面的话我们是做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怎么来的 其实乡镇市区本来是没有的 那怎么产生很简单 你把A栏选起来按右键 复制它到清单里面的A1贴上 在利用什么资料里面有一个 叫做移除重复功能 也就贴上之后不要扣大 就是原来这个范围 移除重复 它会帮你 有没有标的 有标的 按确定 它会自动帮你把没有重复的相证 全部都建立起来 那交易标的也差不多 还有每瓶的单价等等的 你可以设个range 那做完之后 我们如果要做一个批次查询的话 假设是我们的需求 大概类似像这样 就是根据乡镇市区底下的这个清单 自动帮我查出来 并且文山区一个 中镇区一个 旺华区一个 就类似像刚刚那样子 自动帮我完成的话 那一样跑一个回圈 把资料丢给查询 自动新增业工作表 重新命名 资料放进去 换下一个 大概流程是这样的 因为时间没有很充裕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最后完成的 大概的一个样子 这边的话是最后的范例 这边 里面的话 OK 批次查询 那大概第一个我先把 不要的东西 就是多的东西删掉 那做什么呢 一样是 游标先放在第一工作表 再来去读取什么 读取第二个工作表里面的清单 比如说我是A栏 然后把第一个抓过来 丢给查询 让他去查一下 查完之后复制 复制之后新增业工作表 贴上 栏位自动调整 取消选取 取消筛选 然后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所以这个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做完的结果 这个假设 批次查询 按下去 区的部分 他会自己一直跑一直跑 那你可以看到下方 就会自动帮我把什么 这个清单里面的区 自动帮我查出来 并且放在这边 我是按照区 那如果说将来 你想要看文山区的 相关的东西 文山区都出来了 当然你觉得 A栏好像有多余 你可以把A栏删掉 那里面的话 这边就有一个什么 总价等等的资料 中正区 万华区 其实还蛮快的 那其他还有像 如果你不是只是要分区 你也可以交易标的 按下去 自动先帮你把 旧的资料先删 旧的工作表删除 然后再放上你要的标的 等等的 我想这个地方 其他也都差不多 还有就是说区间 每一屏的单价 按下去 每一屏的单价 自动显示出来 那你可以自己去切 看你想要看哪一部分的 比如说你要从最平宜的 开始看起 那就自己就帮你分裂 那这样我觉得 对于你将来购物的一个 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功能 而且这个功能 并不会花太多时间 快速产生 OK 那当然这个部分 你以前要 从头到尾写这个东西 会很花时间 但是 透过VBA 发现很多地方 就变简单许多了 OK 所以提供给各位参考 这个地方 试试看好了 那最后是讲到 那个 有关十价登录的这个范例 十价登录 OK 试试看好了 那里面 大概 我只把它分 分一下 好 试试看 好 谢谢大家